最近几个月 他就每天和前妻 视频聊天 我一跟他说话 他就很不耐烦 老对我发脾气 所以您走 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娶您 他跟前妻有段思联 在您的眼里 是的呀 像这个事情 跟前妻聊天 有时候视频 我和前妻是一个单位的 都是教堂厂里面的事情 这个呢 我一直在开公司 或者是生子 听不听话 甚至生美生要缘 都是一些家常事情 前妻再婚了 前妻他没有办手 生活在一起 就是这些事情 造成我没有安全感 一个场好多人的 你可以和别人聊 为什么非要和前妻聊呢 你说只要的儿子的事情 儿子又不是说 一二十岁还不懂事 儿子也是三十岁的人了 他前妻可以 直接跟儿子聊是吧 为什么要和你聊 所以这个事情 我很 所以你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我想不透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二十多年 单身的这个时间里头 你跟你的前妻 还有联系 但是微信 联系还是有了 就是一直保持联系 微信联系 编方联系 刚开始认识 我跟他谈的时候 没有这么联系 就是偶尔有时候 发一个微信 根本视频 就是哥宝悦 我才看见了视频 是吧 但是最近几个月 就是天天聊 天天视频 那我肯定不舒服 是吧 还有一件事 是最 我想不透的 上个月 他跟他前妻视频的时候 我就偷偷听到 他说他和前妻 买了一个墨 我说你和前妻买了一个墨 那我现在跟你谈 你说喜欢我 那我算什么 是吧 关于这个买墨的事情 16年 我跟我爷爷奶奶 去买墨的时候 当时就考虑一下 哎呀 这个时候 我也上了50多岁的人 我跟我儿子说 我现在也是漂泊一个人 是吧 毕丽 百年以后 这么安顿 是吧 我就是想 我反正一个人 买个墨 和切记 买在一起 方便 以后的走动走动 但是我买墨的时候 根本不认识他 那您前妻 现在不是身边 也有一个长相伴的人吗 前妻对你们未来 百年之后 合照这件事 是怎么看的 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就说 哎呀 想那么多 干什么 还这么年轻 我说我买都买了 反正我都陪个照片 给他看 我说 这个墨碑都全部 都做好了 百年以后 我们就安顿到这里 就是这样 那么如果 我只是假设啊 如果你们俩 再次的走进婚姻了 他成为您的合法妻子了 这个 你考虑过 怎么处置吗 等我们 你们真的熟了 把他百年以后的墨 买一个 就是 再给他单买一个 这个我肯定是 不会同意的 他给我单买一个 放别的地方去是吧 他和他妻子 两个人 买了一个墨 是何果墨 现在是把两个人的名字 都刻上了 你说气不气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心里 不去这坎是吧 肯定是的 我现在就是说 要把我的名字 改成和他的是 何果墨的名字是吧 这个要求不过分吗 你们这还没结婚 就想着墨地这事闹 也是有点那什么了 是闹心了 挺闹心的 对对对 是挺闹心的 除了这之外 还有别的事 让你们闹心吧 哎 你别说 他还有一个很聊得来的闺蜜 女闺蜜 有一天啊 我是下班 我一回家 我就看到他呢 搞定了那个黑豆 打成粉 我说今天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 知道我是50岁的人了 独一长白头发啊 买个黑豆磨成粉呢 泡个粉撑一撑呢 就白头发没那么容易长出来啊 结果他把那个黑豆磨成粉 吸了 到那个女闺蜜家民去了 开车送过去来 和要一个多小时 他还一点都没跟我聊 你说气人不气人 关于这个女闺蜜 那都是十点多钱 认识的 都是一个知性朋友 异性的知性朋友 不是这一点点事情 一点点事情都不能说 触发我有这么大的冲动 因为我毕竟还是这个年龄了 是吧 他女闺蜜买个衣服 也发个视频给她看 你说我穿这个衣服好看不 买个超短裙也是 你看我这个短裙好看不 让她看 如果是她说这件衣服 不行 她立马不买 如果说这件衣服穿得好看 立马她就买了 你说这些事情 我根本不可思议 我跟这个女闺蜜都认识四年多 无法不说的 就是一个一性 不是你们干嘛不在一起啊 这么合适 不可能呢 每个人都有她的朋友 真心朋友 你是把她当成一个朋友 真心朋友 对对对 但是你那位女闺蜜对您是什么感情 您知道 倒是没有吵极到 她喜欢你吗 感觉不到 都是一个直信朋友 交谈 但是我就感受到她们两个关系挺好的 已经超过了这个朋友的理性 咱们说她对您怎么样吧 对我 不说她那闺蜜 好像有敌意 我就看出来 闺蜜对您有敌意 是的 我问的是先生对您怎么样 先生对我不怎么好 如果说好的话 我肯定不说也和他分手 您指的不怎么好是指什么 比如说八月份 我和我朋友讲好了 到平江去玩 我朋友就是说 他有时间送你没有 我说我和他现在是怎么关系了 是吧 他们说那就行吧 你就叫他送我们去 结果我回家跟他说 我哪有时间送你们 你们自己去 打车去也行 这多远 那也只有两个多小时到平江 但是他和他女闺蜜 是吧 来回一个多小时 他都屁点屁点跑过去送 回来当时他跟我说 要送他们几个玩得好的 到平江去 我说明天真的有事情 要去生活 这个还有朋友要聚一下 根本没时间 所以他一对比就伤心了 对吧 肯定的 拍的我的那个朋友都说 你是怎么了 我看着你也不差劲啊 你也三个学 你的收入也不少啊 你怎么找这么一个 不靠谱的男朋友 他还会陪你逛街啊 什么的吗 逛街 你别提逛街 一提逛街 我还气氛一些 我们两个去逛 步行街 逛到有一个垫子啊 我就看了 我说这个垫子里 那个衣服啊 挺适合我穿的啊 我说你看一下 我说这个事情 他都根本没听我说 他就这个 我就是问哪边 我的当时那个情况 这个样子的 他说那个裙子好看 我当时我就看旁边 一个一个小男孩 玩得很可爱 大概的年纪 跟我身子差不多 我就分线了 跟我没在意 他喜欢那条裙子 要他直接了蛋的说 我们继续试一下 就没有这些无非的花 这个了 隔几天 我自己去买了 买回来 他就说 哎 你呢 就是性格类似 你当场一说 我会给你买的 咱们把几件事 放在一起比 看谁心里舒服啊 第一 自己的女朋友 出去买裙子 您会跑神 对吧 但是您的好朋友 会给你发来视频 说哪个好看 是的 您会出主意 对吧 自己的女朋友 说我要出去玩 你说我没时间 但是你的好朋友 你可以抹了黑豆 然后一个多少时的车程 给他送回去 凡此种种 我相信女士心里 肯定是不舒服和别扭的 对不对 看我就问问您 您靠什么来挽回人家 今天不是您想挽回人家吗 你靠什么呀 对人好吗 我对他还是好了 他在酒店上班的时候 有一天 他去放工作服务 被那个龟子打了头 我听了这个消息 赶快去买一个 要送到酒店 跟他去游商啊 前妻呢 虽然现在不是爱人 但他曾经是一大爱人 闺蜜呢 虽然不是爱人 但他至少是一段友谊 只有你 哪种都不是 既不是爱人 也不是闺蜜 既不像爱情 也不像友情 你有没有觉得 你既比不上前妻 也比不上闺蜜 你属于那种两可又两不可的类似 我这样说对吧 其实你没有把它当成真正的爱 否则的话 你不会不顾及到它的感受 你也没有把它当成是完全的 纯粹的像闺蜜一样的友谊 因为你跟他之间 还是有爱人之间的那种感受 所以你始终觉得他是 友谊以满恋人味道 所以你才不愿意跟他结婚 不是不愿意 因为我们相聚只有 你如果愿意跟他结婚 如果你真的愿意娶他 如果你真的愿意用余生来陪伴他 你是万万干不出 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这事 不然合葬的那个事情是一六年 就即便一六年已经定了 我把那块物地全部让给前妻 我也不会做伤害她的事情 说的有道理 这件事情换给你 你也不愿意 如果他愿意跟他的前妇合葬在一起 你也不愿意 是很显然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你想要跟前妻合葬在一起 未必是因为你还爱着前妻 从某个角度上是来说 你是为了至少我死了以后 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他知道我曾经有一个相对于美满的家庭 能够双双败祭 就是为了效益的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就不要再去谈恋爱 你不可能这么自私的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把它放在哪里 到底是放在爱人的位置上 还是放在恋人的位置上 爱人又不是朋友又不是 到头来两者都不如 你让他 别人这么看他 还有你的前妻的那个木的那个事情 你也要相信 其实没必要 儿子如果真的孝顺你 他就会去看你 跟谁与谁葬在一起 没意义 哪天你要真的入土了 就应该跟你当时的爱人葬在一起 如果没有 你就单独葬在一起 你不要再去惩前妻的事情 明白吗 明白了 就这个 就这个